现在教大家怎么锁针的起针,先把线绕在手上,之后用中指和拇指捏住线,接下来拿出勾针,右手拿勾针放在毛线的下面,之后勾针逆时针绕圈。 这样绕过来,毛线形成了一个交叉。 用中指和拇指捏住这个交叉的地方,勾针上面的线圈是可以支持勾针在里面自由活动的。 线圈的大小确定之后,捏住这个交叉点,然后勾针放在线的前面,绕线之后带出勾针上的线圈。 然后捏住下面的线头,拉紧。 拉紧后,这是一个锁针的起立针,这一针是不算一个针目,接下来勾锁针。 锁针的方法和刚才是一样的,勾针先绕线,然后从线洞内穿出。 这样形成了一个小V的形状。 这样就是一针锁针。 接下来勾针绕线带出。 这是一针锁针。 勾针绕线带出。 勾针绕线带出。 绕线带出。 这就是锁针的起针方法。 锁针起针的话,勾针上的线圈是不算针的。 进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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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